上面上可以看到就是澎湖马公机场的候补机位柜台 前面是排满的人 那事实上在机场搭订更多旅客是摊坐在椅子上 因为大家是累坏了 由于过去两天受到凯米台风的影响 澎湖的对外海空交通中断 因此估计有8000名旅客是滞留在澎湖 而昨天机场重新开放之后呢 涌进了上千名旅客等候这个机位返台 不过直到昨天晚上9点 还是有上千名的旅客无法搭到飞机 因此呢由于机场在9点以后是关闭 因此这些旅客呢是被迫离开机场大厅 而在这个澎湖机场外入宿 直到今天早上呢机场重新开放 他们才回到机场大厅 而目前澎湖的立委杨耀呢 也积极协调这个航空公式与军方 希望开出更多的班机 让这些归星事件的旅客能够早日搭计返台 以上是澎湖马公机场的最新情况 主播